你好,欢迎收看今天7月13号的新北新闻网 因应未来淡海新市政国校的需求 今年3月市长朱一伦也确定宣布要筹设小学 随着筹备校长的确定 今天市府教育局更来到新市国校举办一场筹备新小学的命名会议 教育局表示,由于先前地方的社群网站有民众提供票选建议 今天也特别选出前五名 分别是坎顶淡海淡新护委以及海洋国小等五个校民 讨论最后选出坎顶淡海护委送回市府 由市长来参考地方的意见之后再做决定 目前在淡水区淡海新市政轻轨办公室包括主要的工地 还有这一块土地是捷认局向教育局借用的国民小学用地 编号文小五 去年地方明代向教育局建议这边可以新设国小 以因应未来新市政的发展国小需求问题 今年三月市长朱立伦也确定宣布筹设小学 随着筹备校长确定是目前三重光荣国小校长林九木 而今天市府教育局更来到了新市国小要来举办一场筹备新小学的命名会议 所以有很多网友都提供相当的意见 那除了有里长或者是领长呢这边的想法之外 另外还有住在淡水区的民众呢也都一起集思广议 所以因此我们挑了五个新的校民 那未来我们今天的会议中已经有责定了三个校民了 那我们之后呢会把这个三个名称的命名由来在网上成和让市长这边来做一个责定 那我们会尊重在地的一个名义的一个反应 然后提供这样的一个名称 新的学校代表一个希望 那我也希望说未来学校的设备 还有它的教育理念是能够符合孩子面对未来的 那原则上我觉得名字就是地方上支持 那以后这个名字到底想不想那样 我觉得我要靠我跟以后我的老师们 跟我们的行政团队来把它给插亮 目前所选定的筹备校长林久木表示 新的学校也代表新的希望 让孩子学习可以面对未来也是他对于学校的期许 而另外命名的部分 不论是最后决定是什么校民 最重要的就是学校团队如何插亮这块招牌 此外对于校民现场 不论是在地里长林长或者是市议员 还有议员服务处都表示相当重要的意见 大家在这边就是要来为我们新的学校的命名 大家来有共识 所以希望通过今天大家的共识 能够为我们这个新的学校找到一个 又能够表现我们在地的历史文化 那又能够是优雅 展现这个新学校未来的学校的这种发展的方向 因为一般我们在取名 大部分都是为理为主的地方 给人家要找一个学校比较好找 那今天有提出好几个方案 有淡海啦 有护卫啦 有什么担心啦 所以今天呢 因为这个秘密 应该秘密我们坎顶礼为主 就是一个礼一个礼 以后你赔的地方又一个礼 那边又设一个 也是用那个礼来取名 那希望说市长能够挑选到一个 最适合这个位置点的一个名称 那么名称并不代表说整个学校的发展 将来学校的发展还是要靠 我们学校校长跟各位所有的老师 他的自学理念 市府教育局表示 由于先前地方社群网站 有民众提供票选建议 今天也特别选出前五名 分别是坎顶 淡海 淡新 护卫 以及海洋国小五个校民 虽然在现场出席的议员或者是民众 都认为坎顶最适合 但是教育局还是得依照规定选出三个 送回市府 由市长参考地方意见来决定校民 最后由教育局以坎顶淡海 护卫作为最后选项 而另外议员也希望 未来新校舍能够突破四层楼的高度限制 让未来有更多的学校空间可以运用 记者许多音 但是这份报道